吃多了大鱼大肉 偶尔也要吃点清淡的 这次我们用虾仁 忌菜 香菇 蘑菇 来做一道口味清淡的美食 忌菜绘双菇 香菇选中间突出 成三角形散状的 肉质会比较厚 口感好 虾仁用的不多 但也要腌一下 加一勺黄酒 两克食盐 一克白胡椒 腌个十分钟 让它入味 把白蘑菇切成片 蘑菇中有一种叫 油力氨基酸的物质 它自带鲜味 和忌菜虾仁一起烧 可以说鲜上加鲜 蘑菇切得厚一点 炒好后会缩水 切好后装盘中备用 再把香菇也切成片 香菇的用量是蘑菇的一半 配料表在视频的最后 有需要的可以点收藏 或者截图保存 食材都准备好了 我们先去焯一下水 烧一锅开水 先焯烫虾仁 看到虾仁卷去后 就可以捞出了 接着倒入蘑菇和香菇 几乎所有的蘑菇 都含有草酸 所以吃之前最好焯水 焯水后的白蘑菇炒制的时候 还不会发黑 焯烫半分钟就可以捞出了 最后把祭菜也烫一下 也是去除炒酸 炒酸吃多了容易引起结石 甚至中毒 所以不要怕麻烦 放入凉水中冷却一下 然后挤干水分 再把祭菜切成祭菜末 切得细一点 做好的成品效果会更好 一会看看我最后的效果吧 锅中加入少许菜籽油 倒入祭菜 先煸炒一下 然后加入蘑菇 香菇 炒制一两分钟 加入两克食盐 一克白糖 再加少许清水 把虾仁也一起加入 开中火再烧一两分钟 然后加入水淀粉 勾一下芡 我加的水有点多 大家做的时候可以再少加点 淀粉要分次加入 最后淋上熟油 也可以用芝麻油代替 这样一道味道鲜美 口感清爽的家常菜 祭菜会双菇就做好了 祭菜有一种野菜特有的鲜香味 和蘑菇搭配会非常好吃 你知道祭菜还有什么好吃的做法 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一点启发 我是西洋 请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